女人天天事情,却生不下一个儿子 则是上宫告诉她一个偏方 找一个生了很多儿子的家庭 把她家的菜刀偷出来 然后打成一把小斧子挂在腰间 看着眼前的小斧子,女人如获至宝 这个方法果真奏效 女人很快便出现孕吐 她真的怀上了龙子 有了嫡气的女人立马去找了大王大妃 她要演一场戏,先是不说话 然后开始哭 等到大王大妃问起 她立话待遇地说 婆婆人遂大妃不喜欢自己 现在自己怀孕受宠 婆婆指不定要对自己做什么 这刚好戳到大王大妃的点上 她这一身都在嫉妒和压制儿戏仁翠 这一次更是不会放过 约着许诺松儿会将她推上中殿的位置 这样仁翠就无法轻易地拿捏她 但大王大妃也有个条件 要松儿继续离间仁翠和王上母子 这对松儿来说简直是信守年来 两人的同盟就此达成 小斧也很快传到仁翠的耳朵 因为松儿,仁翠和王上已经多年不合 现在竟然还要立这个自己最看不上的人为中殿 仁翠无法压制心中的怒火 他连夜出宫去找老臣韩明快 要打掉大王大妃的嚣张气眼 韩明快拿出一张官员名单 朝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 都掌握在大王大妃的亲戚手里 不是不能夺权 而是夺权必定渐血 必定会使王上像士祖大王一样 成为杀害至亲的无情无义之人 并永远被后人诟病 爱儿子胜过爱自己的人翠 流着血泪说道 自此仁翠调整心性 默默等待时机 他招来儿媳松儿 给了他一本胎教手册 可松儿却变了脸色 认为这是婆婆仁翠在嘲笑他不识字 他连书都没拿 便退了出去 一旁的上公问要不要将书送出去 仁翠说道 没想到仁翠的这句话一语成真 松儿的儿子最终成了朝鲜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 并中途被赶下台 可此时松儿听到这句话 他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不惜一切代价与仁翠开战 几日后 他将此话传给了大王大妃 并说自己已经成了婆婆仁翠的眼中钉 再当不上终殿 随之可能性命不保 大王大妃要离间仁翠和王上母子 还不能失去这个有力帮手 便印象此事 当晚松儿又去王殿 一番蛊惑 王上便掉入陷阱 亲子去找母后仁翠大妃 请就将松儿分为终殿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这次仁翠没有阻拦 但这么好的谈判条件 他怎会不用 第二天一早 仁翠立马去找了大王大妃 作为封松儿为终殿的条件 他让大王大妃的弟弟辞去右相的职位 权衡利弊 大王大妃同意了 松儿顺利登上终殿之位 获得权力的松儿 此刻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压住他善度的心 宫中自刺刮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请不吝点赞订阅